前面 說阿姨從頭到尾 根本沒有遮其其 他在等我們對他無忘時出手 媽啊 你先回去 你要幹嘛 我還沒等萬年出來 等什麼 跟他對手 他剛才那麵線就是要勒喊你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不能讓她這樣跟我亂講 我其實就要復活情緒 她為什麼要這樣跟我設計 她就是調教她要設計 不管妳怎麼問 她都不可能跟妳說老實話 妳要什麼 最好天成集團 一定也要跟萬事集團簽約 那個萬鈴 早就跟阿姨說好了 我也是剛才想很清楚 沒有 從頭到尾 阿姨應該都沒有自己記住 是我們太過代言 叫她騙起來了 她很多人都沒辦法放棄 想要破壞妳跟三三的感情 幫妳管理開天成集團 其實我也有懷疑她當成長婦女 不過她唱得很好 我還想說 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她能為一個爬爬的人 爬到這樣的地位 哪有可能沒用心機 你想看看 阿姨 當初要你去台海裡的人是她 要你回來的人也是她 這一切 她走到安排好了 要怪 只能跟我們自己 沒想到 沒提防 不行 我不會這樣讓妳放棄 不然妳想怎樣 剛才三三都掛著自己分手 我跟她說 她要去救她給妳好 那是因為三三 她中間有五歲 所以我就 那是因為她不夠性倫理 因為 不是我這個做媽媽的愛憲 這幾年這樣看下來 三三這個女生的女生 她的故事就不適合妳 就算說妳倆 想要不用說繼續交往下去 也會像今天一樣 每當妳玩家 媽 我知道妳對三三有等本的無論 不過我玩家 不能說三三不對 我確實是讓她受委屈 現在就不是 誰是個委屈的問題 妳敢有什麼清楚 現在三三跟阿姨 當時親生媽媽在外國 有一個場面 一天到在三菜的面前 真說妳的壞話 妳兩個人是要怎麼走開 好啊 什麼都別說了 就算說 三三現在願意自己好好 我也會反對 妳兩個兩者 兩者送給妳 去找自己的幸福 我去找她 不晓得特殊特地来找我有什么指教 那正文妮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来历背景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我们万事集团家大业大 你堂堂一个千金大小姐 从小家里就栽培你 照理来说 家里应该是不缺一个位子给你 但是却特别安排你来天成名品 应征上班 我想应该是有安排什么 特别任务要给你吧 我不太清楚特殊你是什么意思 不过如果你怀疑 我是万事集团派来的间谍 那你就误会了 我们家族有规定 所有的家族子弟都必须从基层做起 所以我来天成名品 就只是学习工作经验 这些话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欧老师跟你说吧 我很早就已经在蔡直傅身边 按插眼线 任何风吹草动 当然也包括你 我都第一时间就一清二楚了 现在两条路给你选 第一条上法庭 控告你卸取天成的商业机密 这件事如果在市场传开 我们万事集团的商业不止受损 股价更是大抵 还有另外一条路呢 天成愿意跟万事集团合作 把大陆市场让给你吗 你是说天成名品 愿意把大陆的市场卖给万事 那美丽集团呢 双方签约钱 本来就还有商量的余地 小万 其实我们的目标并没有冲突 只要你愿意配合我演一场戏 我保证 这收货合约就是你们万事集团的 抱歉了 侄父 为了替家族谈成这笔生意 我只好牺牲你了 把大陆市里的配合 在公司里面 这种地区里面 来 看看 我们在公司里面 都会有什么 那种 我们在公司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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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到桃園机场第二航下 喂 特助 谢谢你还专程派人来接我 等我到北京 我尽快请公司的法务 把并购的合同发过来 放心 这我知道 我就是不想让执父找到我 我才这么急着回北京 不然如果他拉我去 跟吴小姐解释 那我们前面的努力 不就功亏一篑吗 好 那就先祝咱们的合作愉快 先这样 原来你早就被特助收买了 好 谢谢 祝福 你 知福 什么 很惊讶 我没有很惊讶 只是平常看你穿西装 看习惯了 你这个打扮我一下子认不出来 知福 我一个小小的区经理 我怎么好意思让你帮我当司机呢 还是你旁边先放我下车 我已经不是你的上司 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当然不用穿得这么正式 我因为和万事集团私底下 协议出卖天成名品 被公司打扮了 你那天也在 你应该很清楚吧 你是不是想试着联系特助啊 可是原水救不了近火 就算他再厉害 你现在在我车上 他能怎么帮你 求人不如求己 你说呢 下车 我叫你下车没听到 你干嘛 知福 你希望我去跟吴小姐对职 我没有第二句话 不过让我打个电话 把班机时间改了吧 不需要 你现在就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眼睁睁地看着你的班机飞走 第二个 告诉我真相 我会让你搭上回北京的班机 你别误会 这件事我也是不得已的 误会 误会什么 误会你喜欢我 还是误会 将来万事集团 如果收购了天成名品之后 我可以继续当副总经理 不管是哪一样 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聊一聊 对不起 是我辜负你对我的信任 不过这件事情就算不是我 特助他也会找其他人来对付你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亏我这么器重你 甚至把你当成妹妹一样照顾 你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 我从不尝试教你 结果你呢 反咬我一口 对不起 如果你真的要跟我说对不起 你就告诉我 你和特助是什么勾搭上的 还有 公司被人家查税的事 其他店面消防的问题 是不是都你搞出来的 这件事都跟我没有关系 尤其是公司被查账这件事 所以你现在是 想继续装查下去 没关系 你如果什么都不肯说 你的手机我暂时保管 我的手机 里面有我让我的证据 我的手机 你不能这样 直播 直播 等一下 我的手机 直播 你开门 我的手机 直播 开门了 直播 我的手机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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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机 直播 直播 现在怎么办 这里是哪里 我 我 我没有手机 怎么叫车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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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第二次机会 你自己想清楚 你要保自己 还就保别人 所以你当初到天成名品工作 确实有其他的目的 万事服事 一直都销售平平 明明设计款式就不输人 可是在店面的销售成绩 缺绸无法突破瓶颈 天成名品一到大陆之后 开了第一家店 就突破了销售记录 接着和展店连连 但是业务量一旦大 服务人员的素质就会参差不齐 这些带天成名品却都不是问题 万董事长就很佩服职妇 所以派我来跟你学习 所以你们是知道特助要把天成名品卖掉 才决定跟他合作 董事长知道特助想卖掉天成名品之后 就表示非常有兴趣 他就派我来 无论如何都要办成这件事情 我来台湾其实就是要阻止美丽集团 跟天成名品合作 没想到特助提前知道我的身份 他就先飞来北京找我 他说只要我能让职妇跟吴小姐分手 他就撤掉美丽集团 改跟万事合作 口说无凭 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 不是你主动联系特助 要出卖我的 这点你只要看一下 特助到北京的日期就知道了 我跟特助是在酒店谈好条件之后 我才来跟你说 我希望到台湾一起亲自查账 再说没有特助允许我能来台湾吗 你是我面试进来的 人事资料上面 并没有写任何关于万事集团 为什么特助会知道 你是真不知道还假不知道 公司所有的风吹草动 只要你前脚一走 你的秘书就会立刻通报特助 我早就知道了 你知道 那你还把他留在身边 两岸的做事方式本来就不太一样 没有沟通 本来就会有摩擦 董事长还有特助在上海有眼线 有时候反而是助力 很多事情我不用一一去解释 我乐得轻松了 但特助的眼线又不止他一个 每年董事长跟特助到北京访试这么多次 他们除了去见一些重要的人 当然也包括去收买一些贪婪的墙头草 这些职妇你都不知道吧 董事长不是这种人 有吴小姐这样是非不分的女儿 董事长能好到哪边去 甚至这次的查账 我都觉得是他们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在没有证据之前 我不能够确定这件事情 是不是和特助有关系 但是董事长绝对不可能 这世界哪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说不定他们一个半白脸 一个半黑脸 一起来糊弄你 我相信这件事情是有人恶意检举 但绝对不是董事长 好 就算不是董事长 这件事情一定跟特助脱离不了关系 你有什么证据 你难道不知道 特助根本不想经营事业 他只是想要利用天成名品牟利 最快的方式 就是把天成名品在大陆的事业卖掉 只剩下来的事业卖掉 我相信你的智慧 你只要冷静地想一想 就会知道这事情的全貌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么多 因为 我还想搭上那批飞机 我本来还担心说 你知道真相之后 会押我去跟吴小姐对峙 谢谢你还让我赶上飞机 这本来又是我们谈好的条件 我跟珊珊的问题 我自己会解决 怎么解决 就算我现在去跟吴小姐说 这一切都是骗主 她还是会找其他的办法来折磨你 她不信任你 只想玩乐 一个不理解你 不体贴的未婚妻 缺点你还要 也许在外人的眼里 珊珊有一千个 一万个缺点 但在我眼里 这些缺点 都是我爱她的理由 情人眼里出西施 OK 我理解 只不过我这个旁观者 看得很清楚 吴小姐家里有多到 花不完的钱 她不用努力没有关系 那你呢 你真心想成为这样子的人吗 我订阅好 我认为这样子的 我认为这个发生了 我认为这个捏的 每天的对方 做个只能谈